我告诉你们咯 以后整本在吃帚子的时候呢 这帚子皮千万别再给它扔掉哦 放到锅里炒一炒 作用可是花钱都买不到哦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珍爱小说娘 冬季呢也是帚子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 之后的帚子不仅好吃 而且还特别的便宜 在我们这边呢 两块钱就可以足够买到十多斤的帚子 而且每颗呢都是香甜又多汁 所以说呢 有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 在冬季的时候呢 购买一大袋的松子回家 给它吞着慢慢吃 因为松子呢 它的营养呢特别的豐富 里面不仅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A 以及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所以说常吃松子呢 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也是多到说不完 好吃归好吃 不过在这边呢 今天这橙子呢 咱们只要说到的是这外面的这层橙皮 这个橙子皮呢 相信有99%的朋友呢 吃完之后都会将橙子皮 给它顺手融进垃圾桶里面 细不知这样子被你随手一扔的橙子皮 那可是相当于扔掉几百块钱哦 不过您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神奇作用的话 那么一定要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进来了解看一下哦 首先呢 咱们是一样准备数量的绳子 这绳子呢 咱们在使用之前呢 最好要提前去给它清洗干净再进行使用 不然呢 后续它的皮上面呢 有很多这些脏东西呢 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呢 可以往这个橙子皮上面 倒上扫洗的食用盐 或者一些小苏打 料粉进行去给它淘气 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表面的一些细心杂质呢 彻底的给它清洗的干干净净 淘气干净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可以直接将这个橙子皮呢 给它掰开 里面的这些果肉呢 咱们可以给它制作橙子 罐头 或者直接进行使用 都是一样可以的 冬天呢 咱们如果是冰凉的东西呢 会有一些凉凉的 也有很多朋友不喜欢 吃这种比较凉的雌材 所以这些里面的果肉呢 咱们可以放到锅里 尽情加点冰糖 去给它煮一只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 既好吃又美味 暖清又暖味 哇 今天咱们用到了不是这个果肉 而是表面的这个果皮 后面呢 咱们有把这个绳子呢 给它清洗干净了 所以在这边呢 剩下的这些果皮呢 咱们也不需要进行第二次给它清洗 那在这边咱们在剥这个绳子皮的时候呢 尽量给它保持 这绳子皮的完整性 这个绳子皮一旦保持完整了 那么后面咱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不管是在颜值上也会更加的美观 把绳子皮给它剥掉之后呢 那么下面咱们可以简单进行去给它切几刀 直接把绳子皮呢 给它切成长长的小条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需要再准备数量的这个大米 这些大米呢 咱们不需要太多 大概100克左右就可以 下面咱们简单把这些大米呢 也进行去给它淘洗一下 毕竟大米在量赛以及收购的过程中呢 难免都会裹上一些灰神杂质 所以咱们在使用之前 最好进行也去给它淘洗一下 在这边呢 简单进行两遍就可以 如果兴起素素过多 可能会导致这大米里面的营养大大的流失 清洗干净之后呢 咱们捞出控水然后备用 接着咱们需要再准备一口 从路边捡回来的小铁瓜 先把锅中的水分给它焯干 把锅给它焯到毛青年 焯到快乐 下面咱们再把这个 切好的绳子皮简单放到锅中 进行去给它烧一烧 先把它进行翻炒个5分钟 把表面的一些水分呢 彻底的给它翻炒干 那么最后咱们再把锅粒干净的这些 大米呢 也一同给它放到锅中 然后再开洗小火 慢慢的去给它翻炒 不过咱们在翻炒的过程中呢 切记前程呢 这火候一定的控制好 不要给它开得太大 也不要给它开得太小 这中火就可以 慢慢的进行去给它翻炒翻炒 锅干里面的水分 炒干锅中的锅器 然后再把里面的营养呢 也要缓慢性的去给它激化出来 这个过程呢 可能有点长久 如果您要是没有耐心的朋友呢 可以叫上隔壁老王 或者别人家的男朋友 来帮您操作这一步哦 这个翻炒的过程呢 大概也就是30分钟左右 记住鲜绳一定要开小火去给它翻炒 以免把里面的绳子皮还有大米 给它炒到祝福了 那就不好了 就这样子呢 静静的慢慢的 缓慢迅速的 把橘子皮还有大米给它烧到这种焦香花房的状态下 就可以把火源关掉 这时候的橘子皮还有大米呢 千万不要给它留在锅中哦 因为锅中还产留了大量的这个花量 如果继续留在锅中的话呢 可能会把里面的大米还有几只皮 再次给它炒骨啦 所以呢 咱们一定要给它倒出一个小盆中 这个盆中 卸汁一定要是无水无油的 然后给它倒进来之后 平静给它弹开 然后这样子呢 给它放在一边 让它自然凉些了 等到完全晾凉了之后 咱们再倒出一个 无水无油 或者提前给它上锅 蒸过了这种玻璃瓶 把玻璃瓶呢 给它拿出来 当然如果您要是没有时间 细意给它上锅 蒸一蒸的情况下 也可以用这个 230度的这个米酒呢 进去给它擦筋 消毒一下 之后咱们就可以用它来使用了 可以把这些晾干的橘子 还有大米呢 一同给它装到这个瓶罐中 鸡子皮加大米放锅中炒一炒 这种做法相信大家都没有见过吧 真别说 这种做法呢 那再用 可是花仙都买不到哦 给它装到这个玻璃瓶中之后呢 扣上盖子 然后放到一个阴凉通膜室 进行去保存就可以了 咱们想要持用的时候呢 给它用勺子 舀一小勺 放到这个瓶子 或者保温杯里面 然后往里面倒入啊 刚烧开的这个开水进行去给它 勉泡个五分钟之后就可以来给它 饮用了 每天呢 饭喝或者睡觉前给它泡上一杯 起来饮用 那作用可是不得了啦 费孙一位 98岁的老爷爷 经常用这个方法 制作戏来给老奶奶喝 或者平时在上班的朋友们 在下午的时候 总容易打瞌睡 也可以往这个保温杯里 给它舀一上一勺 泡一泡 饮用饮用 那作用都是非常的不错 好了 那么在这边呢 我玩也就不多说了 你们都懂得 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讲解的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 用上你那宝贵的双手 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